这两个女孩是一对大骗子 姐姐假装自己的订婚钻戒丢了 向一个男人寻求帮助 表示自己要赶一趟非常重要的航班 果然对方上钩了 小美留下一张假名片给她 并承诺找到的话 会给三千美元作为报酬 就这样小美开车离开 轮到妹妹登场 妹妹在男人的视线内 捡起那枚钻戒 对方果然上来索要了 然后妹妹向她索要几百报酬 男人一想 自己待会儿可以得到三千 毫不犹豫就给了她钱 可男人不知道的是 像这样的假钻戒 姐妹俩还有一大袋子 即使在丧尸爆发的危机时刻 他们依旧用骗人技能 挟持了小帅和大叔 一路开车来到了皮城 他们来到了一栋豪华大别墅里 这里是大明星的家 现在成为了他们的藏身之所 劳累的他们正准备享受这一切 结果方建立缓缓走出一个丧尸 这不就是大叔最喜欢的那个明星吗 小美拿起球干猛地打了她一下 丧尸竟然发出了惨叫 原来她只是伪装成丧尸 并凭借着出色的演技来吓人 这大明星还真是调皮 当她得知楼上还有两个人时 再次出动自己的演技 结果小帅以为是真的丧尸 一枪过去 好莱坞大明星就这样一命乌辜 四人心中愧疚不已 朝着天空明枪望爱 就这样他们在明星的大别墅里 路过了美好的几天 小帅还和小美产生了感情 差点就要碰撞出爱的虎花 却被大叔给捣防了 结果这天一大早 姐妹俩就把车开走了 男人以为他们又姐妹俩被骗了 其实是小翠想去游乐园玩耍 就这样 两人在空无一人的游乐园 一直玩到了天黑 但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游乐园的灯光 将周围的丧尸全部吸引了过来 姐妹俩只好坐上跳楼机 来堵毙丧尸的围攻 甚至还用枪打坏控制台 让跳楼机停留在最高点 不久后 小帅和大叔来寻找姐妹俩 并发现了困在跳楼机上的他们 大叔用小喇叭吸引丧尸 让小帅赶紧去救人 大叔则躲进一个小外扑 拉上门帘 装填好子弹 开展了一场丧尸大屠杀 当小帅和大叔逃出游乐园 却发现姐妹俩又开走了他们的车 不过这次 他在俩人面前停了下来 四个人再次踏上了逃亡之旅